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從80年之後就一直到急診室之後 再也沒有離開過急診室 大家常常會問我說 急診室這樣子一個高壓力跟繁忙的工作 我怎麼可以待這麼久 我想這個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動力 就是我喜歡跟病人 跟人之間有互動 其實你去幫他們做一個小小的服務 比如說他可能需要上廁所 你幫他拿個尿壺 幫他拿個便盆 然後幫他推個輪椅 其實在這個整個很微小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種 照顧人的那種喜悅吧 所以我不曉得 我就覺得這個護理工作 好像你叫我一直做到退休 我還是會覺得他還是很開心 好像最近的發現粉塵爆炸案 甚至我們講說他現在 常常會有一些 我們講MERS COVID這樣子的一個 這些事件 急診室的工作 他是充滿了很多的挑戰 然後會多變性的 像當初我接這個急診護理長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很惶恐 我想說 沒有痛哭 還不到痛哭 可是我會怕說我做不好 因為那個時候的狀況跟現在不一樣 以前是以前的護理長是60個護理人員 現在是100個護理人員 其實我也心裡很怕說我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 可是我覺得其實人的潛能 常常你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之下 其實你會被激發出來的 所以我相信其實你 你只要有熱愛你的工作 然後你是一個有責任性負責的人 那其實這份工作 如果在當下你覺得沒有準備好 他如果已經真的是 在這個當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我相信其實 只要是一個有責任性的護理人員 他一定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中榮總一直希望就是說 能夠以這個品管的手法 來改善我們現在現況的一些流程 所以其實當然急診室 急診室在這個部分 也是全力配合院方的政策 所以我們就有 以這個品管的手法 然後還有精子的手法 去改善我們急性冠心症 還有急性缺學性腦中風的處置流程 那在這個部分也都得到 一車會那個我們講比賽的金獎 那也還有獲得各家醫院 來做標杆學習 最近這幾年 護理人員的替換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個應該是他倒子也不到 應該才一個多月吧 那其實新人在適應當中 他是很 要花很多時間的 那在有一天下班的時間 然後我就水口問他說 你工作上適應的還好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可以幫忙的 結果當下呢 我可能跟他聊了幾句之後 沒想到他就抱著我 抱頭痛哭啊 然後他就說他看到我 他覺得好像媽媽一樣 可以給他一些安慰啊 然後現在你把自己當主管 他們當我的新人 其實現在的帶領的方式 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雖然談不上說好像是 我們講的是像姐妹啦 還是像這個母女一樣 可是至少呢 我希望就是說能夠跟他們 站在比較我們講平台式的 這個角度裡面的 然後可以去傾聽他們 他們心中有什麼樣的 的一個感覺 然後有什麼樣需要我協助的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他們 他們每次一流什麼事情呢 他們就很大方的 就會走到辦公室 副理長我有事情要跟你談 我會爬從另外一個正面的角度來看 他們願意把他們心中所有的疑問 然後他們的困擾 他們碰到的壓力跟挫折 他們願意來跟我做分享 那最重要他們可能或許 或許我可以給他建議 然後呢我也可以給他答案 不過我想他們有時候只是需要一個 可以傾聽的對象這樣子 那我想現在做主管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 他能夠傾聽你屬下他的生意 我想其實護理 除了我們自己的成長之外 其實我希望能夠把我 這30多年來的經驗呢 然後能夠就是說 再去教育我們的 下一代的護理同仁 然後大家一起成長 把這個護理工作做好 這個是我目前最想要做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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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